当初最后定案的 希望是以素牙的感觉 比较现代检验的一个风格 去做一个居家的营造 希望线条不要太多 所以说我们有太多装饰的线板 我们这个贴皮的皮板 它也是属于有绿建材的一个方式的 一个建材选择 到我们天花板的细船盖板 一直到我们得利的油漆等等 这些都是由所谓的绿建材的标杂 因为天花板的高度变不高 所以我们为了增加空间感 在天花板还有墙壁上面 我们都希望是用白色的 可是光这个白色的部分 设计师就拿出好几种白给我们挑选 而且在我们决定都是白色之后 我们也想到说 也许可以贴一些小东西上去 像现在很流行的币贴等等的 这样在装修的过程中 可以增加一点DIY的乐趣 那随着搬进来一段时间 也许会有些新的想法 你可以再增加一些小东西上去 因为它要求的就是简约缝 所以你门越多 它所出现的线条就会越多 所以门就包含了门框 门片 它所需要的线条是非常多 所以当初就建议它是 以隐藏门的方式来做一些门的选择 所以它是连同闭面到门做一系列的一些规划 让所有的线条降至最低 我们是用日本的缓冲链 关起来它会自动回归 我们在整个面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正面是看不到把手的 才能把这个门给隐藏起来 所以我们在背面的部分的话 就会另外配置把手跟门锁 这隐藏门因为它是没有把手式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手去推它 那如果我们是一般的 不管是油漆面或者是烤漆面 其实手推久了上面都有一个印子 所以我建议以贴皮的方式来做一些处理 第一个让它方便整理 第二个它在长期使用上 它不会有任何的一些脏污或手汗 隐藏门的做法 等于是木工现场要去合我们的居家的尺寸 去下去量身定做 不管是它的一个门沟门槛 留的门缝等等这些 都是现场要去合的 光做这个门 这个门就会突兀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门的旁边墙面 做一整体性的一个 同色系同材质 等于是一个整体造型墙 只是造型墙的其中一个部分变成门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 施作的范围就会扩大 比较是正面的一个效果